哈喽大家好我少飞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我那个刚给楼上楼下啊半楼给他们喂了一下楼上卫生搞好了楼下的话因为那边都是落叶嘛所以的话想着也没给他们洗澡干净啊就围绕着树在那边囤着一点啊小黑 哎呐呐小黑那俩又往哪儿抬杠了真是啊那俩狗又在抬杠了就是这样这几天没拍视频啊因为这几天没在家因为前阵子不是说了吗我要陪飞飞一下他最近有一些抑郁啊有一些抑郁症吗就是好像是这样的所以的话这几天带他出门了一趟带他出门去转了转 否则的话怕他心情不好吗再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吗就是这样然后中途的话呃也带了这个一个毛孩子啊也带了一个毛孩子出门啊就是这样大家放心好了就是前两天出门的时候楼上楼下这个吃的喝的都给他们背的多啊放心好了就是这样 刚好这个高速免费吗还省了一个高速的这个费用啊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确实是压力挺大的说实话真的 但是对吧生活吗就是这样 其实本身我是一个人的话我是无所谓出不出去的啊无所谓因为出门都是说白了现在出门都是受累啊但是飞飞的话可能是对吧他比较抑郁一点嘛带出门看看山啊看看水啊可能他的心情会好一点吧就是这样 本来说是让他休息到这周日啊本来说是让他休息到这周日啊下周一让他再走的但是今天早上他早早的就走了嘛今天星期六对吧他早早又去上班去了说是这周又加班 等于说是休息了三天嘛又去加班去了就是这样 这几天天出门 côté嘛 你要打枪 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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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小魂 小魂 哎呀奔奔 好了好了 过来 不知道这前两天啊 我不在家啊 不知道这几个狗都打了多少次了啊 有的时候说实话 不是说我阻止他们的问题 我的时候真的就心很累啊 阻止了也没有 对吧 这三四年了是不是 他们在这里面已经是 已经是咋说呢 已经是形成一种习惯了 或者是他们就是积怨已深吗 还是那句话啊 积怨已深就是这样 那这样好了 全部都打翻了 都别吃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也是之前给他们铺的那些 全部都拉了下来 说实话真的是 哎呀 里里外外都很无奈啊 家里 所以可能这就是生活吧 真的是不见仁义啊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 让我们对吧 可能负重前行吧 不知所措啊 好了 小黑 咱们被太干了 荣荣 好了 超沙 超甜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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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他们都喂过饭了啊 虽然中间 哎呀 我的天哪 真的这里面 小黑狗啊 说实话是 所有的这些毛海动员员最笨的一只狗啊 但是呢 这家伙的脾气又大啊 他啥都不怕啊 就是自己实力不行 他还能够瞎逼逼啊 他是属于这种狗啊 所以老是最后搞的笨笨和小黑他俩 你看在那 老是剑拔弩张的 动不动都剑拔弩张啊 他俩一干仗 小花必然加入进去 对不对 一起干笨笨啊 就是这样 就挺无奈的 说实话 对吧 他们每次觉得我说话都是我最好欺负的时候 所以他们老是当着我那么样干仗 对不对 所以就真的是很气人这个东西 对不对 完全不把阿飞放在眼里啊 就是这样 哎 不知道这两天我没在家估计打了不少次仗啊 我估计不少干仗 那几个狗就是这样 那不是和我阻不阻止他没啥关系啊 大家也都知道小黑的智商啊 智商就是那样啊 但凡有小花一半的聪明啊 这里面也不会说天天见马弩张的啊 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 有的粉丝之前也说说 阿飞你天天哪来的那么大压力啊 说实话 真的是 挺密 有的时候压力大 有的时候挺迷茫的 说实话 就比如吧 对吧 那个粉丝说的啊 你父母在赚钱 对不对 你老婆也在赚钱 你在家拍视频的多多少少也赚点钱 你哪来的压力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啊 和大家去讲一下嘛 就是对就是这样 就小黑在那边啊 又吃我喝的自己啊 就是和大家去讲一下吧 首先我父母的话 因为我之前是留守儿童嘛 对吧 从我毕业之后 对吧 然后开始找到第一份工作嘛 就是做服务员嘛 对不对 开始去领工资干嘛 然后到 对吧 到现在嘛 对吧 结婚前 对不对 我基本上都是用我自己的工资 然后买手机买啥的啊 因为那时候智能手机刚刚普及嘛 就是2011年12年的时候嘛 刚刚普及 然后的话 我父母的手机那时候也是我买的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下学之后 到结婚没有花过他们什么钱 然后我自己考驾照 15年也是我自己对吧 5000多块钱考下来的 对吧 也是我自己考下来的 也是自己花的钱嘛 是这样的 然后 这次结婚嘛 我父母花了挺多钱的 也可以说把之前的集许都花完了嘛 是这样的 然后 对吧 结了婚之后 我更不可能 对吧 更不可能再去跟他们要钱了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他们能够照顾住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不要生病 对吧 以后对吧 不要生病 已经是对 可能我们儿女的最大的这个 对吧 最大的心愿了嘛 就是这样 然后这就是我父母这边的 就是这样 我不会跟他们要任何钱的 然后的话 接下来是飞飞吧 然后飞飞这边的话 他除了他自己的开销 生活房租水电 还有一些 每天的吃饭嘛 因为他们吃饭是不管的嘛 要自己花钱去买 对不对 每个月的这些花销 还有他 在娘家那边也有一笔开销 对吧 具体是什么 暂时我就先不说了吧 就是这样 所以他每个月 他自己的钱的话 我这边也没有 对吧 也没有要求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 对吧 像给毛孩子买狗粮啊 买吃的啊 还我照顾他们的这些 成本啥的 啥啥东西的 我也没有说 让飞飞帮我 对不对 也没有说这样的 对吧 所以的话 就去掉飞飞这边 就是这样 因为他有他自己花钱的地方嘛 他有他自己花钱的地方 对吧 再说我也是男人嘛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用他的 对吧 再说 反正有点复杂 对吧 有一点复杂 我个人觉得 我也不知道咋说 就是这样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这边的 对吧 前两年拍视频 您说实话 整体会比 对吧 可能一年会比一年差 行情就是这样的 视频一年比一年差 就是这是实话啊 对吧 就比如去年比前年差 今年比去年差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的压力也是挺多的 有的时候也挺迷茫的 说实话 真的也会迷茫 对吧 就比如这一次出门嘛 我们出门这一次花了 可以说把我这一个月的生活费 全部都花完了 就是这样 但是 对吧 一个男人陪着自己的老婆 对不对 应该是应该的吧 对吧 对吧 不是说在炫耀啊 我十一出门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手臂有点酸 拖一下 他最主要是可能 他真的是一方面 他心情的缘故 另一方面就是 从结婚到现在 没咋陪他出去玩嘛 对吧 这一次陪着他去 云台山嘛 去那边去转了一下 去那边去玩了一下 带着这个小黄豆嘛 就是这样 这一次花销也挺大的 把我整个月的这个 这个反正就挺挺大的嘛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也很迷茫 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吧 就比如有的粉丝圈 会去附近找个工作啊 去哪找呢 对吧 就县城工资也就 一两千 两千 两千多吧 还不包吃猪吧 除非你去当服务员 对不对 我这个岁数去当服务员 我觉得个人觉得不太合适了 已经啊 三十多岁 对不对 个人觉得不太合适了 对吧 现在服务员都是很年轻了嘛 是这样的 除非说去 江浙 或者是广东 对吧 深圳 对广深吗 对吧 去那里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么就意味着我要放下所有的一切嘛 所有的毛孩子 所有的目前的家庭 对不对 要进行长距离的两地分离嘛 就是这样 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啊 说实话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到底要怎么去改变 怎么去更好一点嘛 但是 对吧 但是 对吧 就可能你能想到的 可能聪明的人早都想到了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对吧 任何事情都会在坚持嘛 对啊 只要我坚持我自己在做的这些 简单而又平凡的小事 对吧 我把它给做好 对吧 我相信对不对 上天也会看到的 也会帮助 帮助我们的 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的 对吧 如果你连这点坚持都放弃的话 可能你最后真的是 一无所有了 对吧 就啥都没 就是这样啊 就是失败者嘛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失败者嘛 对吧 就是这样 啊 生活就是挺不容易的吧 怎么每个人都不容易 怎么说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这边的经是怎么难念的 就是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这样 很无奈的 说实话确实挺无奈的 啊 但是不后悔 对吧 不后悔 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对吧 如果 对吧 四五年前 我没有 做现在的 这一些 对吧 我也不可能认识到大家 对不对 也不可能收获中间的那些 开心快乐 愤怒 伤心 很多东西 也不可能收获 对吧 夜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就只能这么相信 小黑还在那边吃啊 小黑还在那边吃 啊 头大 天天大 然后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啊 带着这个小黄豆啊 拍了一点小视频啊 给大家看一下 呵呵分享给大家 走 走换头 走走走 走走走 走换头 走走 看不 嗯 你要走是吗 谢谢观看